冰封骤起,何处逃生?朱元璋的十万子孙是怎样被彻底消灭的? 坐着金满楼在电视剧《康熙王朝》里有一条潜伏的暗线就是所谓的朱三太子,朱此炯齐用了一辈子的事件,利用各种机会来自杀康熙但最终人工亏一亏,那么这个所谓的朱三太子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历史上真有这样的明朝王眼吗?从历史记载看历史上确实有冒充朱三太子的事件但和电视剧展示的却完全不同。 譬如青朱的,真假明太子案,崇祯皇子朱慈朗被告发后那是识人说是,真太子某非的说是假太子姐,果不管是真是假先杀,那再说再如另一个崇祯皇子朱慈患其逃离北京后卫,某前明王姓官员收养,后已教授私塾为生康熙四十几年,朱慈患被人告发其坦诚约。 吴今年七十五岁却气已衰并发皆白。 乃不作翻于三番叛乱之师而翻于清宁巫士之日乎且所谓谋反者必战俱成,持鸡草屯粮招买军马打造军器无曾有依此乎。 结果也被杀了康熙的理由是,朱慈患虽无谋反之时未尝无谋反之心,当然清廷对于明朝宗士,也就是那些网友们的政策,其实是反复地如在顺治元年的登基赵中其宣誓约。 前朝宗士首唱投诚,先来投顺,赴京招见者仍给陆阳以招朝廷兴计之意,然而因为各地反叛一九一, 邪明朝宗士也介入其中顺治三年即改换赵令,凡顾明宗士若穷破祥顺或盼而复归,即被直线者吴绍长进诸之。 据清诗稿的记载仅顺治,三年就杀,那以下乾明王爷五月顾明鲁王、金王、横王世子等十一人谋乱。 直到康熙四年国内局势,相对稳固后清廷才晓遇全国,如诸明宗族改一姓名隐藏逃避者局,并回及各安生礼物仍前一举,但到这时明朝王爷也被消灭的八八九九了就算剩下来, 来也已经不够成威,血当然说清廷消灭,而明朝王爷也不尽然。 事实上真正大肆杀戮前明王爷势力自成,张献忠这些明末义军。 众所周知明朝的王爷实在是多多到国家都不堪重负,据明人王是真在。 黄明圣世书中的记载当时明朝亲王二十四人,君王二百五十一人镇,府,奉国将军七千一百人镇,府,奉国中卫八千九百五十一人郡主,县主,郡君,县君共七千零七十三位 乖乖这些王爷这么使劲造人老百姓要养活他们,哪里能吃的消巨量的明知明高,养了这帮猪一样的东西。 这不是招人恨吗?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明末张献忠,李自成等义军每到一处只要有王爷府之类同常做杀光处理如重贞十四年,张献忠破江阳明乡,王朱一鸣等禁术,被杀同年李自成破落阳明府王朱长荀等被读口碑极刹的朱长荀,甚至被追解后与鹿肉同煮吃掉更有意思的, 这帮忙也一点也不省事。 重贞十六年武昌被张献忠所谓虎广官员苦求楚王朱华奎借淫的冲军饷后,者搬出一把明太祖所赐的包金交椅,趁此可佐军,他无有待成破朱华,奎被沉将全足两千余人,被杀进府中超出金银百万两年的数百车不进。 张献忠入四川后又将属王朱长浩,全足屠杀而攻入山西的李自成也痛痛快快的将带王,还有平阳,焚阳,庆城王等杀的没剩下几个,即便是投降的也大多免不了一死, 当然清廷也那些朱家子孙也不客气,据统计从顺治三年到顺治八年先后秦斩的明朝宗室,其名后可记者锦郡王一上,就有五十多人,对他们的家属无论少长进朱之,以此计算总人数当在万人以上如此一来,这十几万的朱元璋的子孙,也就被扫进了历史的沙尘。 感谢观看